这节课,我们将继续学习博弈论在机制设计中的应用 制猪博弈与激励机制的设计 猪圈里有两只高智商的猪,大猪和小猪 猪圈的一端是石槽,另一端是控制石槽供应食物的开关 每踩一下开关,位于另一端的石槽中就会有八个单位的猪食 但每踩一下,会耗去一个单位猪食的成本 如果小猪去踩开关,大猪在石槽等吃 则大猪可以吃八个单位食物,小猪只能吃负一个单位食物 如果两只猪同时去踩开关,则大猪可以吃五个单位食物 小猪可以吃一个单位食物 如果大猪去踩开关,小猪在石槽等吃 则大猪可以吃三个单位食物,小猪可以吃四个单位食物 此时,这个博弈的收益如表所示 由化宪法可知,该博弈的纳食均衡为大猪踩、小猪等 但是,在此次博弈中,小猪有占优策略等 而大猪没有占优策略 所以,为了各自的利益,实际上小猪会选择等待 而大猪只能选择踩开关 这种现象称为搭便车 现实中有很多类似的现象 比如,股市上等待庄家抬交的散户 产业市场中,每当出现具有盈利能力的新产品时 继而出现的大批仿制品 企业里不创造效益,但分享成果的人 等等 那么,我们该如何有效控制搭便车现象呢? 要想有效控制搭便车现象 要看游戏规则的核心指标设置是否合适 蜘蛛博弈模型的核心指标有 食物数量、开关与食槽之间的距离 那么,如果改变这两个关键条件 搭便车的现象会不会杜绝呢? 下面,我们来分析以下三个改进方案 看看改变了关键条件 搭便车的现象是否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第一个方案,减量方案 所谓减量方案 就是将头食量减为原来的一半 结果这时,大猪小猪都不去踩开关了 这是因为,如果小猪去踩开关 大猪将会把食物吃完 如果大猪去踩开关 小猪将吃掉四个单位食物 大猪得到的收益是负一 此时的博弈收益如表所示 通过分析可知 在减量方案中 谁去踩开关 就意味着谁为对方贡献食物 所以,谁也不会有踩开关的动力 如果目的是想让大猪小猪都去踩开关 这个游戏规则的设计显然是失败的 第二个方案是增量方案 所谓增量方案 就是投食量比原来多一倍 结果这时 大猪小猪谁想吃食物 谁就会去踩开关 反正对方也不会一次把食物吃完 此时的博弈收益如表所示 通过分析可知 这时的小猪和大猪相当于 生活在物质相对丰富的高福利社会中 所以竞争意识不强 对于游戏规则的设计者来说 这个规则的成本相当高 而且由于竞争不激烈 想让大猪小猪都去踩开关的效果也并不好 所以这个游戏规则设计显然也是失败的 第三个方案是减量加一味方案 就是将投食量变为原来的一半 同时将开关移进食槽附近 结果就是小猪和大猪都拼命地抢着踩开关 因为谁等待谁就吃不到食物 而多劳者多得 每次踩开关的收获 刚好消耗完 此时的博弈收益如表所示 通过分析可知 这是一个最佳方案 成本不高 但收获最大 那么 这诸博弈规则设计的改变 对于企业管理者有什么启发呢 对于企业管理者的启发是 应该采取不同的激励机制 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但奖励的力度不能过多 也不能过少 所以 最好是奖励并非人人有份 而是直接针对个人 这样既节约了成本 又消除了搭便车现象 能够实现有效的激励 通过对本节知识点的学习 我们要学会合理应用搭便车策略 在建立团队合作的工作环境时 成功的关键在于 要认清搭便车问题的存在 并精心设计出相应的机制 全力化解搭便车问题产生的因素 当然 在团队合作之外的领域 也可以利用搭便车策略 置身的关键在于 尽可能减少自己的投入 并希望别人独撑大局